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来介绍 也是电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定律 叫做交尔定律 这个交尔定律的内容呢 主要是来介绍 整个电阻在电路里面呢 它所造成的热损耗 我们主要是计算这个区块 因为电阻在电路里面的功能呢 它除了控制电流的大小以外呢 它最主要是产生热的一个机制 那这个热呢当然有好有坏 比如说电锅我们加热的时候 也是利用电阻来加热的 这是好的一方面 那不好的一方面呢 就会造成能量的损失 那交尔定律呢 它主要是也是提到这个观念 但我们了解这个交尔定律的内容 它主要是告诉你它的热损耗 产生的热功率呢 跟电流的平方成一个正比的关系 那我利用这个欧姆定律呢 来推导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知道当这个正电荷呢 通过这个电路的时候 它所这个提供的能量 就是说在电路里面所消耗的能量 好 根据电位能的观点呢 它一定是等于这些正电荷的带电量 乘上它的电位差 所以它的热这个损耗的部分呢 功率的功率的意思就是 永远都是等于每秒钟所损耗的电能 好 因为电阻本来就是损耗的一个机制 好 一个机制 好 带进去 所以它会等于QV呢 Q就是这些正电荷的带电量 除上时间 那我们知道电量除上时间呢 就是电流 对不对 所以它会等于电流呢 乘上这个电阻两端的电位差 但是一致奥姆定律呢 它的电位差是等于电流乘上电阻 好 所以它就会变成电流的平方 乘上电阻 那我们知道这个电阻呢 它是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从这个常数里 从这个公式当中呢 你就可以发现到一个现象 就是它的热损耗呢 显然是跟电流的平方呢 有一个正比的关系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比较详细的公式的探讨 从公式当中你可以发现 就是电阻它所产生的热功率 就是它的耗电功率呢 除了跟电流的平方层正比以外 也跟电压的平方层正比 这是根据奥姆定律呢 所导出来的一个公式 那从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 很明显的发现到一个现象 电阻假设是固定的话 当然电阻也会产生热 但这个影响基本上来说不太大 就是温度上升的时候 电阻也会变得稍微大一点点 但是影响其实还不太大 所以为什么当一个电路 如果你接上一个高电压的时候呢 它立刻就会烧掉 我们所谓的电线走火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产生高温 因为它跟电流的平方 当你电压越大的时候 它瞬间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电流 所以瞬间就把那个 那个电线的中间的那个 隔着一层那个塑胶呢 就会把它烧毁掉 产生短路的现象 这是非常危险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这个汽车它有一个除霜的装置 它就用电阻的热呢 来把那个冰块 或者结霜以后把它溶掉 它的电阻假设是3欧姆的一个电阻 你们看到车子的挡风玻璃 或者是后车窗 那个玻璃上面不是都有一条 黄色的一些线吗 那个就是这个电阻线 所以你把那个开关打开以后 它自己会除雾 或者是除霜 那它直接连接到这个汽车的蓄电子 12伏特的蓄电子 那你把这个装置呢 打开以后就使用100秒以后 我们来算一下它所损耗的电能到底有多少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它的电能 因为它的功率呢 就是它所损耗的这个电能 那它除上时间 那所以它的电能呢 其实是等于功率 耗电功率呢 乘上时间 那功率呢 我们刚刚不是有三个公式吗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我们可以先算算它的电流 它的电流就是用12伏特呢 除上3欧姆 所以它的电流事实上是 4安培的电流 那因为功率的话是等于 可以等于电流 乘上电压 再乘上时间 那我们刚刚算出来 这个电流是4安培的电流 就是利用欧姆定律 把那个电压除上电阻 所以就是4 那电压是12伏特 然后乘上100秒 你就会发现 在这100秒的短短的 大概是一分多钟的时间呢 它所损失的这个能量呢 就高达4万4800 加 所以这些装置使用的时间越久呢 它所损耗的能量 当然是越大的 好 有关这个交耳定律的一些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